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感到这回莫及 我辜负了网友对我的期待 8月20日 居民反美人士司马南多个平台账号被禁言 原因不明 有消息称近年为半年 反美斗士 爱国大V司马南 日前因被曝光在美国购置多套房产而引发关注 根据祖国相关法律法规 个人购汇不得用于境外买房 而司马南如何突破外汇管制 成功实施美国买房 不得而知 下面我们通过墙内网友的长文 来了解这个热爱美国生活 做着爱国生意的反美斗士的发家史 题目叫在美国买房 儿子目前也在美国学习工作 其议员商业部员工司马南 最近公共舆论厂一个大瓜 是著名大V 司马南被一位叫翟山英的人 在视频节目里爆料 爆料他不仅早在2010年 就已经在美国买房置业 而且儿子与太太目前都在美国 甚至有网友指出 司马南先生的公子不但目前生活在美国 而且太太还是一位美国人 一时之间 司马南美国买房 司马南儿子与太太在美国 成为乐点事件 那今天我们就结合国内公开报道 为大家梳理一下 司马南先生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1.司马南 原名于利 祖籍山东 1956年 司马南出生于黑龙江省一个国有农场 1977年考入黑龙江商学院 许多自媒体文章里说 司马南先生1977年考入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系 这是不对的 因为1977年只有黑龙江商学院 没有哈尔滨商业大学 2001年黑龙江商学院 与黑龙江财政专科学校合并 才成立了今天的哈尔滨商业大学 黑龙江商学院虽然是商业部直属高校 但是在当时只有一个普通大学二本 一直到司马南毕业的第二年 也就是1982年 黑龙江商学院才有了招授研究生的资格 不过也正因为黑龙江商学院是商业部直属高校 所以司马南毕业后 才能进入商业部教育司工作 1983年 司马南被派往浙江工商大学 成了一名教授汉语言文学的老师 浙江工商大学也是商务部直属高校 换言之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司马南又被直接 从商业部下放到了大学当老师 1985年 已经在浙江工商大学做到了教务科副科长的司马南 又从浙江调回了北京 担任中国商报新闻部副主任 中国商报创开于1985年 最初就是商业部的激光报 这一次司马南在中国商报待了6年 一直做到了总编室主任 这是一个政科级职务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司马南成为了余力的笔名 根据后来司马南告诉德国记者的说法 司马南这个笔名只是他随便起的 我原来在报社工作 经常发表文章 有时候一个版面就有自己几篇文章 如果全部署名余力就不好看 就需要一个笔名 我当年有很多笔名都是瞎编的 司马南只是自己的笔名之一 写书的时候也用了司马南这个笔名 没想到这个名字 获得了比自己原名更高的知名度 所以就一直用了司马南这个名字 1991年 司马南再次从中国商报 调到了中国商业信息中心大人生相中心主任 中国商业信息中心成立于1983年 是隶属于商业部的研究型事业单位 1995年 司马南再次调动工作 成为了中国商贸杂志主编 中国商贸创办于1992年 是在时任商业部部长胡平的指示下 创办了一本学术期刊 司马南能在这份杂志担任主编 那么他的级别也已经是正出奇了 1982年参加工作 1995年成为正出奇干部 司马南在事业上 其实还算是比较顺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三年后司马南就离开了人人羡慕的铁办丸 成了一名民间学者 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科技研究员 所谓的科技研究员 更像是一种荣誉称号 并非实际职务 至于司马南为什么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情况下 裸辞至今依然是未解之谜 也许和1994年取消商业部 组建内贸部有关 又或者此时司马南已经因为 批判伟科学气功名满天下 所以选择成为一名民间学者 总而言之 1998年开始 司马南就不再是有单位的人了 二 司马南最初是以反伟科学出名的 也就是反气功 司马南反伟科学是真诚的 据他自己说 1986年的时候 他在三里河看到一群摊贩 欺负一个卖汽水的外地人 原本两毛五分钱一瓶的汽水 这群摊贩只出五分钱 就想给这个外地人包援了 司马南看不过眼 上前主持公道 帮这个外地人说话 结果两边拉扯了起来 司马南的头被一个年轻摊贩 用棍子打了好几下 医院诊断时脑外伤综合症 让他回家休养一段时间 他在家里无聊 就练起了气功 司马南当时是中国商报的主任 人面很广 很快就认识了不少气功大师 在这些气功大师帮助下 司马南的气功也练到了 可以出去开班做讲座的程度 司马南最辉煌的时候 一个讲座有上千人参加 他还能亲自让几个瘫痪很久的人站起来 但是很快 司马南就觉得这个气功不是真功夫 而是一种催眠和暗示 这段时间他走访了许多专业医生 宗教学家 自己也看了不少专业书籍 司马南终于可以肯定他练的气功是假的 并且在和许多气功大师交往中 司马南逐渐发现这帮人没有一个有真正的特异功能 他们只是会一两手走江湖手段的江湖混子而已 于是 司马南走上了反伪科学的道路 这也让司马南一战成名 司马南 不过我们在中国经贸导刊 1991年第六期 还发现了司马南派人做的广告 是售卖他的这个神功魅目 气功大师叫秘录像带 当时价格还是相当高的 一卷录像带要155元 这在1991年还真是挺贵的 整个20世纪90年代 司马南一直活跃在反伪科学 反气功的第一线和他兑现的的有清华北大的退休教授 有著名学者 不过最后证明司马南反伪科学 反气功反的是对的 现在回过头再看20世纪90年代十年时间里 那些退休教授和知名学者 写的批评司马南的文章 真是尴尬的不行 也真是司马南的封碑 三 不过从21世纪初开始 气功乐开始退潮 司马南也逐渐从媒体手而 慢慢淡出了舆论场 我们统计了一下 知网上与司马南相关的文章 发现2000年之后 关于司马南的报道就大幅度减少 1990年代每一年都有好几篇报道 司马南反伪科学的文章被收录 但是从2000年开始 好几年都没有一篇 某种意义上说 2000至2010年 是司马南 司马南再次重新站在公共舆论场的中心 是2011年 他不再谈伪科学和伪气功 开始撰文批评美国 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媒体 比如时代人物 南方人物周刊 民主与法治时报 都纷纷给予了报道 但是今天大家都知道 司马南在2010年的时候 是在美国购买了一套住宅 而且司马南先生的儿子 也是在2010年前后赴美留学的 当然 不是说司马南不应该在美国置业 不应该把儿子送到美国留学 只不过司马南先生之前 在视频节目里频频讽刺那些在美国置业 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的有钱人 结果他自己也这么做 传统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知情合一 司马南先生这么做 似乎有一点点不同 以上就是我们对司马南先生 这30年生涯的一个简单梳理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留言 人选择生活的地方 最根本的一个考虑就是这个地方的治理方式 人不可能会做出努力去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地方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老祖宗说 说鼠说鼠 无是我鼠 三岁灌女 孤我肯顾 是将去女 是比乐土 乐土乐土 原得我锁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潜入敌人内部的深海而已 还有网友说 国内一个厉害人物 也如此的说话 也不知道是真聪明还是假聪明 但是品行如此差 如何扛起反美大象 有网友留言 典型的美国资助的反美斗士 潜伏在中国的境外势力的深海同志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反美和赚钱不冲突 反美是要稳定地位 买房是为了赚钱 反美了也可以来美国修个假 还有网友说 这种人居然有那么多粉丝 可见强国国民素质堪忧 有网友留言 说这些问题的人很奇怪 反美是政治 买房子的是经济 这样做有冲突吗 当然 有时候政治和经济是有关系 它买房子炒高美国的房价 冲击美国社会 从而影响政治 是另类的反美 另一位网友评论到 司马南在美国买房居住都很正常 美国是个好国家 谁不知道 中国人有90%的人 希望有机会移民美国 有本事的人才有机会去美国生活 司马南在中国也算有本事的人 还有网友说 谣言又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明年我们家在美国买过一个小房子 一共花了25万7千美元 普天开地都是关于这个事情的报道 我现在必须非常沉痛的心情 跟大家检讨 犯下如此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感到追悔默契 我辜负了网友对我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